大家好,我们这一讲继续学习一下计算机网络体结构 我们要正经讲一下OSI参考模型 OSI参考模型是上个世纪,也就是1984年 具体说是1984年,由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的一个叫做开放系统互联的参考模型 事实上这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层的网络体系统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提出其实目的就是期望能够支持不同的网络之间的互联互联互通 提出这个模型实际上有当时的历史背景 当时有很多企业开发设计了不同的一些网络 这些网络之间很难互联互通 那么因此当时如何实现网络互联互通 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所以要提出这样一个标准 希望来指导网络的设计和开发 实现的不管是哪一个企业或者哪一个公司开发的产品 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 是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因此这个OSI参考模型 实际上是我们网络系统互联的这样一个国际标准 那么但是这个国际标准 实际上目前来看 仅仅是我们在理论上去学习和理解网络通信的 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工具 或者一个理论模型 但是从这个市场上来说 市场来说 那么这个模型并没有真正指导某一个网络 最终形成一个市场接受的或者市场上非常流行的一个网络产品 所以只能说它是一个理论模型 但是虽然市场上失败了 那么我们说并不能默杀作为OSI参考模型 作为网络体结构这样一个模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因为它在理论上对我们理解学习 以及交流网络知识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事实上呢 OSI参考模型 不仅成为我们计算机网络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系结构 或者模型 那么在数据通信或者其他领域里面 通信领域里面 我们也经常使用这个模型来指导 或者讨论问题 OSI参考模型 我们将这个网络从功能上 网络系统从功能上 划分了七个层次 这七个层次 从下到上分别为 一二三四五六七层 那么分别是呢 物理层 数据电路层 网络层 传输层 绘画层 表示层和应用层 每个层次完成不同的功能 所有层次共同协作 完成整个网络通信 网络通信功能 那么这就是OSI参考模型 一共呢 划分了七个层次 好 那么有了OSI参考模型 这样七个层次 好了 按照OSI参考模型 就可以去解释 去解释网络呢 通信的这个过程 通信的过程 为此呢 我们呢 以这样一个典型的 这样一个网络连接为例 那么有两个主机 通过一个中间的 一个设备 比如中间系统 我们也可以说呢 就是路由器 在计算机网络里面 典型的就是路由器 那么互联 那么要支持 这样两个主机之间的 这个通信 这些设备 这些设备 那么是完成 或是如何去按照 OSI参考模型 完成相应的功能的呢 那么事实上 OSI参考模型来看 主机要完成 所有的七层的功能 也就是说 要完成整个七个层次 那么作为中间系统呢 比如路由器 只需要完成三层的功能 三层的功能 也就是说物理层 链路层和挖落层 那么上一讲呢 我们也介绍了 按照层次结构来看 所有对等层次之间 都会遵循呢 相关层次的协议 进行呢 数据的交换 也就是说 对等层次之间协议 规定了 这个层次 如何去构造数据 或者说 如何去交换数据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 协议我们画的是一条虚线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在对等层之间 对等层之间 那么他们所交换的数据 并不是说 只是逻辑上 这样一个数据 最终要到达 另一端的 对等层 那么并不是物理上 直接到达的 那物理上真正通信 怎么通信的呢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得到 最终通信 你总得通过链路吧 总得在物理介质上 通过一种信号去传输吧 是光信号 是电信号 还是电磁波 总是你要通过这个信号来传输 所以最终通信 是离不开那物理介质的 也就是说物理层 最最下面是什么 是物理介质 物理介质 物理介质是完成最终的物理信号传输 那么按照OS参考 我们先来看 那么这样一个通信过程 那么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呢 假如说我A主机要给B主机发送数据 那么A主机最先处理数据的 那是应用层 应用层处理完的数据 交给表示层 表示层交给汇法 那一次类推 那么这个数据呢 实际上就这样留下来 最终是物理层 物理层把信号传输 那么按照我们这个连接情况 一定传到了中间系统 比如说到路由器上 那么中间系统 从物理层把这个数据接收 接收以后 接收以后 它要还原 那么大家注意 在物理层接收数据的时候 是遵循这一段物理层的协议 按照这个协议来接收 然后它要还原 还原到数据链路层 遵循这个段数据链路层协议 处理数据链路层的数据 然后再还原网络层 每一层协议所处理的数据单元 或数据包 我们通常在OS产口模型里面 把它称之为叫PDU 协议数据单元 那么作为网络层 它进一步明确这个数据 应该在这一段链路上 这一段链路上传输 所以在这段链路 那么又进行重新交给数据链路层 数据链路层按照这一段链路层协议经处理 然后再交给这一段的物理层 这段物理层在这样一个物理介质上进行传输 以此类推 到了目的地以后 一层一层处理 最终还原到一个层 那么大家要注意了 那么数据从最底层逐渐逐渐还原的过程中 那么在对等的层上 只能识别对等层封装或者打包的数据 打包的数据 然后再交给上一层逐层逐层提交 最后数据到这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大家注意 实现所描述的过程是什么呢 实现描述过程是什么呢 是我们数据的真正的流动的方向 真正流动的方向 所以呢 在OS的参考模型里面 把这个也称之为叫实通讯 或者叫物理通讯 那么虚线看到的是什么呢 虚线看到的是对等层之间 说这一层 比如说绘画层处理的一个数据包 然后最终交给对单的绘画层 直接处理 协议规定的在对等的层之间 如何交换数据 那么在这一层看来 似乎这个数据就从这一层 直接送到了这一层 说到对单的相同层 举个例子说 就像说我们写信 说你给呢 你另外一个朋友写信 你的信写完了 就寄出去了 那么对单的这个 这个另外一个朋友的收到信 他好了把信又收回来 你看到的好像就是你的信件 直接就给了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把信件直接给了你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事实上你的信件是有给油证系统 油证系统也有复杂的一个过程 然后又交给 交给这个是汽车呀 还是是火车呀 还是航空啊 他们在帮运 运完之后才进分 所以协议是对等的水平的 数据传输呢 是重向的 是重向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传输过程中 那么我们相邻层之间 相邻层之间 那么实际上是通过接口 我们上一讲给大家介绍了 通过接口把数据交给下一层 那么或者说呢 上一层也通过这个接口呢 请求下一层的服务 把数据交给他 他在帮助在交给 处理以后 再交给他的下一层 最终到物理层进行传输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仔细观察 这个OS参考模型 在这样一个示意图里边 我们呢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上面几个层次 上面几个层次 上面四个层次 和下面三个层次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在哪呢 不太一样就在于 中间系统呢 只实现功能 理论上实现功能 只到了第三层 从传输层 绘画层 表示层 应用层 它就不需要再实现了 那么也就说 因为照作为传输层 绘画层 表示层 到应用层 这四个层次 从协议角度来说 直接就对应到 目的主机的 对 对应的对等层次上去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协议规定的 或处理的数据 直接最终 到了目的主机 它去识别进去处理 那么我们把这四个层次 也就是说中间系统 那么理论上 不需要实现的 这样四个层次的功能 那么我们把这四个层次 称之为什么呢 叫做端到端的层 端到端层 叫end to end 端到端层 那么下面三个层次 就是飞到端 端到端的 也就是说呢 通常可能从一个链路 到另外一个链路 或者一个路由器 到另外一个路由器 都要实现这样一个总功能 那么这是呢 OS参考文星解释的 这样一个网络通信的 这样一个事业过程 事业过程 那么在整个OS参考文星来看 在整个七层的通信的时候 比如远主机到另外一个远主机 都要实现七层的 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在通信的时候呢 数据是一层一层 来进行处理的 那么我们假设 我们把撇开中间系统 我们看远主机 到目的主机之间的通信 那么从最顶层来看 那么事实上呢 是期望把我们远主机的 用户数据送到目的主机 来进行接收 进行接收 比如说一个文件 或者一句话 好 那么按照OS参考模型来看呢 事实上远主机和目的主机 都要实现七层的 这样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物理层到应用层 到应用层 那么当然最顶层是应用层 我们用户直接 发出的数据 最先是在这层先处理 这层处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过程中 用户数据最先 假如说我们是以 主机NA 要给主机B发送数据的话 那么用户的数据 首先在主机NA 交给应用层 应用层根据网络应用的不同 应用层的协议的不同 有可能呢 会加上一些控制信息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 这个应用层头 那么这样就构成了 这个协议的一个数据包 一个数据包 我们在OS参考模型里面 把它称之为叫 协议数据单元 那么应用层协议数据单元 我们就简称APDO 后面的也是类似 那么它就会把这样一个层次 在A主机这边 交给下一个层 也就是表示层 表示层会加上 这层协议所规定的一些 头部信息 构成了表示层的 协议数据单元 进一步交给绘画层 交给绘画层 那么绘画层 按照类似的方法 再加上头部 交给传授层 传授层加头部 交给这个网络层 网络层加上头部以后 构造成网络的协议数据单元 那么交给数据链路层 我们数据链路层 绝大多数网络层 网络中的数据链路层协议 都会加头加尾 加头还有加尾 构造数据链路层 协议数据单元 那么一般来说 这里边有一个专用词 后面我会介绍 交给针 那么作为链路层构造的 这个协议数据单元 最终交给谁呢 交给物理层 到了物理层 就不会再加东西了 那么事实上就对应的 就是一系列的比特 不管是链路层的头也好 尾也好 包括网络协议数据单元 这里面可包括各层加来的头 以及最终的用户的 最原始的用户的数据 最终在这里面全部是一系列的比特 或者说是一个比特流 那么这个比特流呢 会在物理介质上进行传播 当然我们如果跨越网络 通过网络 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复杂的过程 传播到目的地 目的主机收到一系列的这个比特流 它应该从比特流里边 识别出一个个的 一个个的这个链路层的一个数据包 数据单元 然后交给链路层处理 链路层能够识别这个 协议数据单元的组成或结构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把头尾去掉 还原出提出网络层的数据单元 交给网络层 网络层可以进一步识别出网络层的数据单元 以此类推逐层把这个头部去进行去掉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最终把数据交给目的主机 那么显然OS参考目前就可以呢 解释这样一个通行过程中 数据是一层一层如何逐渐被封装了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会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 会想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在这样一个通行过程中 层和层之间 为什么要进行数据封装 换句话说 为什么我要加个头 加个头 加个头 那事实上呢 作为数据封装 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就说数据封装 我们就要加控制信息 加控制信息 那么加什么样控制信息呢 那么加这控制信息干嘛呢 加的控制信息的目的 主要要解决 我们通行过程的一些问题 那比如说控制信息里面最典型的 我们会加地址信息 因为一个数据包出去以后 那怎么样保证 正确的接受方接受它 怎么样要接受一方 知道是谁发的数据 这类地址信息必须要清楚 你比如说我们 在互联网里边 那网络层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址信息 叫IP地址 我们很多同学可能至少也听说过 或者也知道IP地址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会加上一些呢 差错检测的这个编码信息 这些差错检测编码信息呢 包括一些差错的一些 差错检测 差错的这个纠正 等等 那为了保证的数据传输过程中 不出错 不出错 那么这是呢 作为我们在这个控制信息里面 一般来说 要加的这样一些信息 当然了 在很多嫌疑里边 很多嫌疑里边 可能还会加上一些呢 其他的一些控制信息 你比如说 我发出一个数据包 我希望这个数据包呢 最优先被处理 那这就有优先级的信息 那我希望的网络呢 为我这个数据包提供 不同的类型的服务 那这里边肯定有服务质量的问题 当然还可能有安全问题 所以呢 数据封窗 最终构造的是 嫌疑数据单元 叫PDU 那么增加的信息 通常是以头部 多数以头部 当然在链层会 加头加尾 加头加尾 那么增加这个信息呢 那么通常包括地址信息 保证这个协议数单元 被正确的接收方接收 要接收方也知道 这个数据来源于 哪一个的发送者 那么还有一类 可能是差错控制 当然这里要注意 并不是所有的协议 都一定要加上 差错控制信息的 有的协议 我们后面 在这个 后续的课程 会讲具体的协议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有的协议呢 它要加 有的协议可能就不加 那么除此之外 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控制信息 这是呢 作为 协议 在各层 为什么要进行一个封装 这样一个问题 好 我们这一讲呢 就到这 就到这 那么我们下一讲呢 再逐一的去看一看 OSI藏口模型 各个层次 主要都完成 哪些功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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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